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2年9月19号星期一 农历8月24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有效措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践行交通先行的发展理念 城市公交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提升公交服务工程就被列入汕头市2022年十大民生时事之一 为此 市财政投入1.5亿元 支持公交优先发展 通过实施成本规制 中心城区一票制 加密线路及班次 完善公交设施等 让群众出行更便捷 退休教师林寒威居住在东海岸片区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 他都会搭乘K8县公交车 到龙虎区陛峡社区的老人活动中心上课 去年开通的K8县路 途径东海岸片区多个住宅小区 连接市区时代广场 中山公园开往老市区 是东海岸片区第一条夜班线路 方便了线路沿途的住户 这个K8对我们住在这边 东西市的市民出席是很重要的 早上的8点26分 在他们吃站发吃 然后来到我们这个泰山海边路口这个站 就大概是8点50分 然后我上车大概就是10分钟就到我的目的地 很方便 很好 那么它的开通呢 以大大的优化了这个东海岸片区的这个公交线网的布局 解决了这个东海岸片区这个居民夜间的这个出行的这个便捷性 近日 受海滨路东沿二期工程影响 K8县路临时调整了部分站点 林寒威发现 调整后 自己返程下车站点离小区较远 出路较为不便 在上个月市交通运辑局组织的公共交通发展调研及交流座谈会议上 林寒威作为市民代表参加了调研活动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泰山海岸路口这边就是没有回程的站点 会上这个交通运输局的领导 他很认真的承认说立刻来解决 然后隔天 隔天的晚上就全部配套好了 就这边都有回程的站 所以这边片区的乘客都很高兴 我们也听取和采纳了这个片区这些居民住户的一些意见的建议 临时增加了这个泰山海滨路口 还有这个珠城海星路口这两个临时站点 不会说因为这个修路啊 线路改道啊 导致这些住户一个出行的不便 在票价方面 自去年10月起 中心城区81条一票制公交线路 实施成本规制机制 合理界定公交行业各项运营成本范围 科学建立公交单位运输成本标准 并以此测算财政补贴和科学定价调价的政策 形成规制补贴运营考核的管理规范 以及正面激励的有效机制 解决长期困扰中心城区公交正常运营的基本投入保障问题 中心城区公交一票制惠民政策 从金品区龙虎区的公交线路覆盖到豪江区 市民乘车统一享受两元的实惠票价 公交企业也同步完善线路车型配置 规范运营线路高峰屏风发搬时间间隔 提高智能化调度水平 保障线路发搬密度及准点率 提高线路搬次和服务能力 成本规制之前一天的话才四五万公里 现在我们是每天保持在十万公里以上 那搬次的话原来是一天才四五千搬次 现在是七千搬次左右 这个搬次的增加是所短的服务的时间 如今中心城区公交行业发展呈现积极转变 线路搬次加密超过22% 53条线路日均搬次提升10%以上 主干线发搬时间间隔缩短9% 支线发搬时间间隔缩短超过20% 发搬准点率提升11% 公交出行便捷度逐步提升 近年来 市交通运输部门还加强信息化建设 升级改造200块电子站牌 引进车来了等国内先进公交查询软件 将公交查询小程序纳入月省市平台 让市民通过车来了汕头公交等 实时掌握车辆运行信息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到 以人民为中心 广泛听取社会意见与建议 进一步完善公交服务 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 安全便捷高效的出行服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广东视察汕头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做好新时代乔的文章 市政府市政协及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市博物馆精心组织 深入挖掘潮汕庄的前世今生 汇聚多方力量 筹办潮汕庄展馆 展馆已于近期在市博物馆建成 并具备开放条件 今天上午市政府市政协联合在市博物馆举办 务实简朴的开馆仪式 市领导邱义辉 赵志涛 林一鸣 陈炎 陈胜泉 蔡荣 陈列峰 黄立飞参加活动 潮汕前庄展馆 包括四海桥银 前庄星帝 票上风光 红色桥姿四个部分 通过图片 文字 实物 文献等详实材料 浮以影视 互动体验等表现手法 全面系统多维度展示 潮汕前庄 完整生命线和潮人经营法则 在线白仔商部荣光 生动体现华侨爱国爱乡的赤子精怀 通过展馆中一张张钞票 以封封书信 一件件器具 引导前来参观的社会各界人士 深入了解广大潮汽华侨和侨乡人民 建设家园 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积淀 文明成果 根据潮人积极进取的精神 通过这四个部分呢 我们了解到了潮汕前庄的一个组成 还有潮汕前庄呢 当时一个发展史 以及我们华侨对我们潮汕前庄做出的一些贡献 今天呢 我们重新 循着这个潮汕前庄的生命线 然后重新回到白仔商户的荣光过往 也感受到了华侨飘洋过海的一个历史 1860年汕头开布后 迅速成为东南亚经济贸易圈的重要节点 逐渐成为东南沿海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 建设潮汕前庄展馆 是推动文物活化利用 在线潮汕金融历史 体现潮汕家国情怀的重要举措 也是做好新时代桥的文章的一次生动实践 潮汕这个地方以前金融很发达 东西也很多 可以让更多人看啊 这样就更有意思 汕头是著名桥乡 享有中国潮汕之乡 全国美食地标城市美誉 当前 我是正加快建设阵邦路美食街 将汇聚众多潮汕特色美食 为游客和海内外潮人 提供一站式潮汕美食文化体验地 打造海外潮人追根溯源的打卡地 为汕头筹办第22届国际潮汕联谊年会 天才增色 作为正邦路美食街运营单位的 汕头市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已于纪念初完成正邦路 德兴至商品团沿街房屋的加固修复 以及水电改造 排烟管道安装等 基础物业改造 真实还原七楼建筑风格 目前正邦路物业管理情况良好 商铺物业条件具备餐饮行业 经营要求 近期 美食街相关配套设施 和商业氛围营造方面的工作 也将启动 配套的停车场是在我们的这个 就是正邦路的旁边 它有一小块空地 到时候会在正邦路这里是准备 会打造有一个小型的这种 类似于光影秀吧 到时候会去申请一下 就是夜间经济聚集区 液态方面主要是也精致炒菜 大概是80%吧 这样的一个布置 然后其他的配置呢 大概就是会有一些 就是旅游业 大家打卡比较喜欢去拍摄的 一些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餐饮娱乐 也会有 对 也会有配套 炒扇菜 是全世界传播最广的 中餐代表之一 当前 扇头正加快申报 世界美食之都 对于遍布世界各地的潮级乡情来说 家乡美食寄托着浓浓的乡愁 正邦路美食街的打造 不仅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期待 更唤起海外侨胞对家乡味道的 记忆和思念 新闻上头家乡 正极力打造上头美食街 这不仅为城市商圈 增长了色彩 促进城市的兴旺发展 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同时也更好地宣传了 潮上特色美食文化 促进潮上饮食文化高质量发展 近期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还主动走出去 学习佛山顺德美食街区先进经验 把汕头知名老字号美食店与民俗文化 丰富物产 丰富人情结合 探索设立美食夜市的新业态 新模式 正邦路美食街建成后 将与周边文旅资源进行有机串联 拉近老品牌 与新生代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让汕头老字号 焕发新生机 在线小公园开物区往昔的烟火器 打响汕头 不越成名号 这一次正邦路美食街的建设是 我们又充分利用美食集际区的优势 支持市餐饮协会 市货举报 夜间公益摊位 夜间美食节 等夜间活动 打造夜修 越购 越油 越鱼 等更多夜间的修费场景 让其成为连接海外囚包的一个纽带 让2024年参加朝团联谊会的华球们 能找回当年的味道 这样更多的求二代 求三代能够留解当年朝圣的更多文化 美食是印象挺深刻的 就有好多小吃 刚好像有看到一些蚝烙 蚝烙 然后还有一些有很多果 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如果能够集中的话 其实也挺好的 这样就会方便我们游客过来吧 可以一边拍拍照 然后一边吃的话 然后还可以拍一个Vlog那种 这是最直观的展现我们朝上的一个饮食文化 地狱文化 还有一个传统的历史文化 我有朋友来 我们就会直接带他到那里 让上头这片旧祭能够传承出去 让更多华侨啊 或者说那个在外的朝上人 能够引起那个思乡的感情 我也是想通过打造这种手信 让更多人来了解朝上美食 朝上文化 今天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叶经 带领调研组立善 前往汕头开部文化陈列馆 档案馆桥皮增馆 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 龙武区妈语月书八等处 调研我市公共文化介绍情况 副市长王雪淑陪同调研 目前 我是已构建起市区县 镇街道和村居社区 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全市现有15家登记备案的博物馆 8个公共图书馆 8个文化馆 69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达标率100% 还有1089个行政村社区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覆盖率100% 公共文化场馆体系建设 也初见成效 调研组对我市公共文化介绍成果 给予充分肯定 希望接下来加强两地互动交流 互相促进 今天上午 省老粗会副会长谭世勋 谢树兴带队立善调研 并在我市召开 善斗市老区苏区 红色遗址保护利用情况座谈会 市老粗会会长黄俊潮参加会议 我是高度重视红色革命遗址的 保护活化利用工作 出台 善斗市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实施方案 2021-2023 高标准开展革命遗址保护利用 让红色资源活起来 调研组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并就推进 老区苏区红色遗址保护利用工作 提出意见建议 希望我是结合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建设 深挖红色资源 加强革命遗址的保护与利用 多形式开展红色文化宣传 把汕头红色故事讲得更精彩动人 更深更广地传承红色基因 根据红色血脉 省老素会将把调研情况反映上报 为省委省政府提供决策依据 在善期间调研组将深入我市各区线 考察调研推进红色遗址保护利用 近年来 我省高质量推进广东技工工程 推动广东技工与广东制造 共同成长 通过整合正起效资源 为产业培养新工匠 汕头技师学院紧抓机遇 对接航空业领域发展需求 加快培养相关专业青年技能人才 继学院的飞机维修专业 被纳入全省十大特色专业之后 最近学院又获得开展涡轮飞机TA类型 执照培训的资质 标志着学院培养航空专业人才 卖上新台阶 助力汕头建设区域教育高地 一架飞机的结构和系统极为复杂 汕头技师学院飞机维修高级技工班的同学们 刻苦钻研 用心学习技能 最近飞机维修专业首届学生中 有24人到广州飞机维修工程 有限公司进行实习上岗 广州飞机维修工程 有限公司是排名比较前的 大的一个飞机维修的公司 虽然到这种企业副学生的技能水平 对他们就业有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说应该要好好学习好我们学校所教的一些专业知识这些 然后好好的将来可以发挥到我自己的岗位上面去 近年来学校加强专业品牌建设 与民航行业标准无缝对接 开设了飞机维修 航空服务 无人机应用技术等覆盖航空业多领域的专业 并与多家航空企事业单位 开展深度校企合作 学校的飞机维修专业也被纳入全省十大特色专业 我们主要培养学生是结合市场的需求 像我们飞机维修专业 目前这个行业对这种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 需求量比较大 我们最近就聘请了航空企业引进来的 13位有职业资格 这样一个教师来提高 加强学生培养 另外一个就是依托跟影视力合作 这样一个教学资源的优势 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经验 来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 今年7月份 汕头技师学院获得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颁发的 CCAR147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 具备开展涡轮飞机TA类型执照培训的资质 学校严格按照标准规范设置课程 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 这个民用航空系维修人员执照 是民航企业从事维修工作的人员 进入到核心岗位的一个门槛 是民航维修从业人员的精致招牌 行进量非常高 学生如果能取得该执照 对其就业和晋升将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今天上午是教育局在汕头金钟华侨试验区学校 启动第五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乐活动 活动位移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 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为主题 现场发布互演亮眼歌 并开展近视防控知识讲座 随后召开我市建设全国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改革试验区工作推进会 我们平时书写还有看书 我们要端正我们的坐姿 看书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要起来眺望远方看绿色的植物 学校现在是安排了充足的一个体育课程 那么在课程之余 我们每天还会有一个课间操时间 不仅能够达到一个锻炼学生身体素质的 这样的一个目的 同时还可以对他们的一个势力进行一个放松 活动业期间 市教育局将组建宣讲团 向全市中小学儿童青少年开展近视防控专题讲座 同时组建专家团队 帮助市集近视防控监测点学校形成一校一测的精准干预措施 构建综合干预和动态管理于一体的全过程学生视力健康管理服务模式 关注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过程当中呢 那从小就开始关注要保持一个健康的姿态 要牢记在我们的写字过程当中一拳一尺一寸 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呢 要什么呢 要每天坚持有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沐浴阳光 同时在我们每次学习45分钟的时候 我们要休息一下我们的眼睛 近期城海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围绕工业立市产业强势部署 按照恶增量存销量动真格的要求 持续有效有序开展涉土问题整治行动 今天上午 西南镇对银北村一宗占地两亩多的存量违法用地上的建筑物 进行拆除 消除安全隐患 当地近日还对仙市村和银北村的另外三宗违法用地 进行清拆并复耕复律 近日 城华街道 凤翔街道 在做好群众思想工作 落实自行搬迁的基础上 也分别开展涉土争治行动 接下来 我街道将充实直播力量 加强刑查 做到发现债权 制止名牙 坚决遏制违法 进事发生 城海区高度重视涉土问题整治工作 成立整治专项行动领导机构 区党政主要领导带头靠前 坚决扛起违法违规用地整治责任 同时将拆围跟落实土地未骗执法 推进土地收处 促进重点项目落地等 结合起来 应地质疑发展集体经济 截至目前 城海区存量违法用地中已完成整治140多亩 2021年6月后 新增违法用地中已完成整治面积150多亩 完成整治进度为13% 佩戴安全头盔看似只是一个小动作 但一旦发生事故 却能有效保护头部 减轻事故带来的伤害 今天上午上学高峰期 记者在学校周边路口蹲点采访发现 不少家长驾驶电动车在孩子上学时 并未让孩子佩戴安全头盔 存在安全隐患 天山南路由北往南方向进入环壁北街 是不少家长送孩子上学的必经路段 上午7点半到8点中间 记者在这里看到 不少驾驶电动车的家长虽有佩戴头盔 但后座的孩子并未佩戴头盔 宁静现场对家长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佩戴安全头盔 在相当一部分家长心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有了家长即便车上有两顶头盔 也未给孩子戴上 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37条规定 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城市市区道路上不得载人 但安装有固定安全座椅的可以附在一名身高1.2名以下儿童 在其他道路上载人不得超过一人 汕头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58条也规定 驾驶电动自行车应戴安全头盔 条例还规定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戴安全头盔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并要求其协助劝导交通一小时 或者观看交通安全视频录像两小时 消警部门提醒 电动自行车车身重量轻 紧急情况下容易造成车身失衡失控 为了安全 电动自行车骑行者一定要规范安全行驶 配戴安全头盔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您关注汕头新闻微信公众号 和汕头新闻视频号 感谢收看 再见